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金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要來直集Keyang 法王的原子 植物選或法王的原子 走 我們進去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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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gonia CMA吧 反正TH開頭我全民在給你 這是來自南美洲的秋海棠 它是匍匐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現在腳下 那全部都是爬亂爬亂爬的 所以它種它的時候 你只要像我們現在撿銀斷盤對不對 我這邊包水然後擦土發根之後有沒有 它就開始爬亂爬 到處慢點 那其實色彩還蠻好看的啊 因為有螢光螢光的色彩 你看非常好洞 冬天它也不會說洞髒 夏天也不會溶掉 然後也耐陰 對啊非常耐陰 對啦很適合撲面啦 就如果你覺得你的 假如你今天有做個小溫室 你覺得你的床下這樣很無聊 就是空空的沒什麼 拿這個填滿它 不用做什麼事情真的不用 它就會幫你填滿 大概半年吧 你整個床就有公子床就 砰就滿了 讚 來這個阿金 謝啦 有沒有吃 好吃 好吃啊 你有吃過了吧 沒有 你沒有吃過嗎 以朝日熱狗食可以吃喔 會自幻嗎 不會 熱甜甜的 它是番茄的遠親 熱甜甜的 然後狗狗的 其實吃有點像銀耳甜湯的感覺 對 狗狗甜甜的 對 然後 以朝日它之所以會長通起來有沒有 不是為了要讓你去當快根去看好看喔 它這個裡面切開裡面都會是像小通道的感覺 而是錯綜複雜 彎彎缺小通道 不整齊的小通道 它這樣主要是為了讓它 因為它是附身植物 它長在樹幹上 它的根系是只負責抓住樹幹 而不會吸收樹木養分 所以它的這個這個筋部啊 膨大 並且內部形成通道 就會讓螞蟻住進去 在原生地它會讓螞蟻住進去 所以它的植物的組織 可以直接吸收螞蟻的糞便 對 那它就是跟螞蟻共生 所以叫以朝日 你直接在野外看到這東西 永遠就是整撥的螞蟻 永遠 always 那台灣不會 台灣不會 台灣螞蟻不認識它 我目前還沒有遇過螞蟻住進去 那之所以它果子要可以吃 就是為了讓螞蟻幫它吃起來 然後到處搬 就長到北地方去啦 嘿 很好種 耐漢 你去哪裡生來 嘿嘿 這是半夜馬拉巴利亞 有人介紹過了嗎 應該好像沒有 影片裡還沒有人介紹過 那來介紹一下 半夜馬拉巴利亞就是那個馬拉巴利亞 就是我們講的發財術 就是你若肩開一間店 以前台灣也是靠馬拉巴利 靠外銷賺很多錢 對 以前 以前是馬拉巴利大國嘛 現在我們還是馬拉巴利大國 只是現在如果你開一間店 你朋友就會送個馬拉巴利給你 然後你會綁那個紅鞭炮 我會把它丟掉 哈哈哈哈 它是不是半夜的版本 這個其實很多人會問說 什麼是千叉啦 是不是嫁接啦 不是它是10生的 市面上絕大多數 我敢說超過98%的半夜馬拉巴利 都是10生的 因為它的種子10生的出半率是100% 100% 所以只要前一年沒有乾旱 它的母豬就會生種種子 市面上就會收到很多半夜馬拉巴利 如果收不到 就是因為會給我賣光 喔 對 因為這東西國外沒有 真沒有 連泰國都要買 喔 對 這種喔 我們叫它拖鞋籃啦 然後有一陣子大家會喜歡叫它仙女籃 因為它這個 這個部位 我現在手捏的部位叫唇磅 Lip 最唇 它特化成像拖鞋鞋斗的那個樣子 那大陸叫兜籃就是鞋子的意思 它製作它特化成這個樣子 就是為了讓蟲好好的 它只要想要吃蜜 就得要經過它有花粉塊的地方 否則它就會滑倒掉到兜裡面要蟲爬一次 你一定要經過花粉塊 可是我不給你蜜吃 只要你想吃 你就一定要走 我正在走路 否則你出不去 它路徑已經先化好了 對 它路徑化好了 你只要進來就出不去 你就一定要幫我受粉 對 它就是強迫你消費的意思 那現在 鮮雲人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 種類 有原生的很多 也有很多交配種 像這一種 我們通常看這個 花型比較圓的 顏色主要 會有這種 淺黃色 跟酒紅色這種色系的 我們會叫它們是肉餅 肉餅 因為它們的育種目的 就是要讓花型越遠越好 所以叫肉餅 對 其實仙女人的花壽很長 你好好種 你 不是說好好種 你就放在家裡陰暗處欣賞的話 你要開花 花壽要一個多月兩個月 是絕對沒問題 對 我們的出口包裝室 那這個包裝室呢 它蓋起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 其實我們主要的業務 就是把台灣各類的盆花 或者盆景 或者一些花卉種苗 外銷到世界各地 那為了要因應呢 其他國家的檢疫法規需求 還有台灣農委會所規定的 植物出口的法規需求 所以我們蓋了這一間 專門 為了符合標準 而蓋了這間包裝室 這一間 才是原則最賺錢的地方 首先我們會看到 這個 這個旅門 我打開 就會有一個風聲有沒有 這邊有個氣門 氣門啊 你要露營嗎 這個氣門 這個氣門 它就是 除了是擋冷氣的作用之外 最主要 是要防止外面的昆蟲飛蟲 在我們人進出的時候 飛進去 我們氣門可以把它吹走 嗯 我們現在看到這整個空間啊 跟這個外界啊 有隔兩層農用膜 兩層農用膜的意思就是 我們中間會有一個隔離層 有做好保溫的效果 然後我們最上方呢 是用黑白布完全隔絕的陽光 也不會讓溫度升得太高 那在我們的頭 尾 各有一台啊 10k瓦的變平冷氣 很大台 讓我們的這個 包裝室的溫度啊 永遠都控制在攝氏23度 如果有開花珠要運送的話 我們會降到攝氏18度 以求這個開花珠 到客戶手上的時候 花啊 還是新鮮的 不會卸掉 那我們可以看到地板上啊 這個水泥 水泥離土地45公分 所以它不會有任何的蟲磚進來 也不太容易會裂開 這個裂開是之前那個地震裂開 地震南面 最下面從沒有爬起來 那我們 基本上我們出口啊 會在這個包裝室的外面啊 先做好藥劑處理 然後風乾 稍微風乾等 藥稍微散了之後啊 我們會再把植物啊 拿到這邊來 等到植物表面的水分完全乾燥之後呢 我們就會拿到操作台上面 進行簡單包裝 包裝完之後 會再拿回來這個台上 然後把這個攝影大哥後面 身後冷氣打開 吹12個小時 保證我蜘蛛全都冷卻 隔天 我們下班吹12個小時 隔天來上班 上班的時候裝箱 裝箱之後呢 再從早上 吹到下午的4點到6點 然後送到這個旁邊的足旗箱 花卉集散場 然後這些集散場呢 志祺大哥就會幫我們把這些花啊 再到台灣機場 進行最後的清關 還有上飛機的工作 所以我們工作其實很簡單 因為有這個 比較強而有力的隊友支持 包括像足旗的花卉想交班 還有農委會房間局各位長官的協助 還有這個報官行的協助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在我們的能力發言之內 找好客戶要的東西 做好客戶國家要求的規定 對規定 我們再把貨交給我們各的合作夥伴 然後就會一接一接的做下去 所以這個空間主要呢 就是要防蟲 然後保持這個工作溫度 就是這樣 大家不要看這種塑膠膜啊 牙管啊 這樣搭起來 其實這個空間啊 這樣做起來 花了不好錢喔 對啊 而且現在 喔現在原物料都在找 搞不好你現在一千的錢 我們現在多貴喔 蓋不起來 而且現在是那個 冷氣旺季喔 現在要叫人家裝冷氣 不是那麼容易喔 對啊 裝兩台人家不會來喔 對 嗯 你只要入養 再怎麼樣它不會得紅蜘蛛 嗯 我覺得有個可能啦 就是你 早上會有那個 乘霧嘛 入水 它就會附著在那個夜片夜背 可能是 就每天的入水 會把紅蜘蛛 淹死之類的 呃 呃 活不了啦 我就比較 在原子裡跟在外面 唯一有差的大概就入水 裡面也有光啊 也通風啊 嗯 對啊 那以上就是今天法王原子的開箱啦 對啊 雖然那個五月的時候剛好 法王來不及 脂肪四集 但是他的那個 東西還是會到場喔 對 歡迎大家來玩這個 脂肪四集 我除了這一次的台灣第一組 而且在脂肪 我也安排了 完全不一樣的玩法 給大家玩 展覽嘛 對啊 就是我覺得 要有一個不一樣的呈現 不要再繼續用花式了 我們是展覽 展覽 哈哈哈 好 脂肪見 脂肪見 掰掰 掰掰